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BlueVision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关红 因为我个人其实挺喜欢复古的元素 然后今天来到了贝洛古像 我就觉得在拍摄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看一些街景 看一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刚从家里出门 然后就是探头看看外面 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 但就给我的感觉 我会觉得很有感觉 我觉得很复古 我觉得在里头待着很舒服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来这些地方 我去了北京其实蛮多地方的 像我是去过了颐和园 圆明园 故宫博物院 长城 还有南罗古像 那今天来到了北罗古像 还有后海 就是我选择去的一些地方 都是可能比较复古 比较有一些遗迹的感觉 因为我很喜欢一些这种 比较 比较 旧 比较历史感 比较 会给我带来比较多的冲击 所以我很喜欢去这些地方 是我是一个爱旅行的人 然后如果有假期我希望我可以去一些 比如说去一些海岛国家 或者是像一些 其实我蛮想去一个地方 我个人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很想去埃及 我很想去看金字塔 我很想去看人面师生 所以我们不会让我们随便 不让我们随便 但是 通识 因为我上半年 我到五月底才把预兆令给杀青杀掉了 所以我2020年的上半年整年都在拍戏 都在工作 虽然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的休息 但是都还是在准备要拍戏 或者是再继续研读剧本 所以我觉得就是充实 下半年的计划可能也是拍戏 然后因为刚拍完嘛 可能会有一段小小时间的休息 然后我有作品 当然有作品要跟大家见面 就是我的穿盔甲的少女 也是在近期要上线 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就去看看 在拍戏的过程 其实都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可能都比较零碎 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你会因为拍戏 认识到一群精神伙伴 就在拍戏的这段期间 就是比较辛苦 然后可能每个人都会有 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可能几天几周等等的 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成为彼此的精神伙伴 我们都知道要为对方加油 为对方打气 然后称赞对方 让对方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光 因为拍戏可能有的时候比较辛苦 但就都会遇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很多 但是能够因此收获到一些精神支柱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不只是演员 可能会对工作人员 或对导演都会有这样的收获 就是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拍每一部作品啊 我都是在那个当下 我都经过百分之百的努力 然后去接近她 去诠释她 去演绎她 所以近期就是穿盔甲的少女 当然还有一部代播预兆令也要上线了 就是我都是用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我能做的事 所以就是试出的时候 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谢